大陸每个人都会有公正公平公开的想法 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民主的制度 很多人会想但是表达不出来 但是据我来到香港以后 来到香港的文化以后 接受了制度以后 就觉得中国国家的制度是有问题的 中国是一个官权的社会 也是一个人情的社会 就变成共产党就会在这个制度下 就会一党专政 它就会制造很多负面的东西会出来 因为法律它只是对老百姓会有一定的束绑 但是对国家的公务员官员 它束绑能力是不够的 因为是在香港他就会这样说 为什么你们自己会查自己呢 那么这就证明大陆的是人情的社会 他们是官官下会 陆陆相通 只有官告民很体现 香港就会是比较透明的制度 透明的法律 有投诉机构 在香港就比较做的比较透明一点 比较先进一点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就是说我非常爱我的国家 我非常爱我的民族 如果说我的民族 我的国家呢 要强大的话 经济要强大 武力部队要强大 但是说你的制度要强大 那么说我们的人民呢 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社会成员 我们的中国人 走向世界 走向什么地方 大家都是心服口服的 是这样的 我基本上来了四五年 我就感受到 原来跟我们的国家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那这些人为什么会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那我就从一个很正能量的角度上 就看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们国家 是看不到这些新闻的 那么我觉得呢 这些呢我们的国家派来的专员 派来的安全局 派来的所谓的那个 各个媒体 他无意之中呢 害了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想听到的东西呢 这些媒体呢 是报道不出来 那么我们的官员呢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主席啊 他没有 他没有实践在这个城市生活 他只是听这些 这些人的报道 反而呢 我觉得把我们的国家的 发展 制度发展给退步了 其实我们国家是一个 需要民主 是要一个 公平公正的 方向去发展的 但是说呢 这些 我开始说 我讲的那些 媒体啊 特派员啊 安全局啊 他没有如实的报道 他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害了我们国家制度的发展 虽然是一个国家 一片领土 但是是两个文化 两个制度 在两个制度上 在两个文化下 长大的人 他的价值观 他的人生观 是不一样的 就跟香港人 也不理解 大陆人需要什么 大陆人也不理解 香港人需要什么 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我觉得这样表达 比较完善一点 每一个发展的国家 一个先进的国家 一个进步的国家 应该是多党多政 因为大家互相的监督 反过来说 你一党专政的话呢 好处是 出发点是为国家好 为人民好 为社会好 但是呢 通过我长期的 这样子去观察 受先进的国家 就觉得呢 这样呢 无形之中呢 就把 你一党专政的 国家的官员也好啊 公务员也好 因为他没有 没有那个法律的 制裁的硕博 那么就变成了 就无意之中呢 就 就会去 重坏了这帮人 这帮人把权力 就拿得很实 没有数 没有法 没有法律去肃绑他们 没有法律去制裁他们 变成他们就是说了 官官的贪啊 霸道啊 揽权啊 这是对一个国家 是非常发展不利的东西 所以说在大陆就是 韩世这句话 只有官告民 民不可以告官 这个国家 是在一个畸形的文化之中 在进步 是这样的 这些小孩子很单纯 在某种角度上 在人性 人道的角度来说 我很佩服他们 他们敢说 敢讲 敢做 敢为 敢当 这些小孩子很单纯 很勇敢 实际上很清晰 他只是对这些 政府的那个暴力 官权 去 以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身体 用自己的那去 分分钟去面对 坐牢的 这种呢 以身司法的 这个付出的 这种状态 去投诉 政府 这些的所作所为 觉得会的 因为这是 因为在大陆呢 所以他的媒体啊 他的制度 他封锁的很厉害 所有这国外面的 这些 这些外面发生事物 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国内只是 只是一昧的赞美 党好 官员好 政策好 社会好 那么相对来讲呢 一些社会上 不利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说官员不好的东西 没有很如实 透明的报道 所以说呢 大陆的 大陆的 市民呢 他是 某种角度上 是在 是生活在一个 在一个 在一个 隐蔽的环境下 生活 他不知道 一旦他知道了 这种公正 公平 透明的 透明的制度 自由的制度 民主的制度 迟早会来的 这是很多人 很多人需要的东西 你会姓 我姓刘 我在某种角度上 我是爱香港 但是在 在长远的 长远的 角度上来讲呢 我是爱 爱这个 你的制度 爱这个 因为有美好的制度 才会有这美好的环境 有美好的 美好善良的人们 很守秩序的市民 正因为这里的制度 才会改变 这人的 一行一举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呢 我选择在这里扎根 选择在这里养老 就是这样 我不动错了 可以可以可以 市民资讯源 新闻资讯自由 日本影响自由 和合同志